很多年来就有人说 我是什么佛 什么菩萨在来的 你们看像不像啊 不像啊 佛菩萨有智慧 我没有智慧 佛菩萨有神通 我没有神通 佛菩萨有佛报 我没有佛报 诸位从这些地方看 你就能看出来 真的是佛菩萨在来的话 这三样东西肯定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都能看到的 我修佛这么多年 因为日积月累 有一点点小受用而已 这个小受用里头 第一个 知道自己的故事 悟足 没学佛之前 不知道 但是自己很幸运 因为没有佛报 没有学佛之前 平静到极处 想作物 没有能力 所以很多不善的事情 不是不做 使你没有钱 没有能力去做 学佛之后 这供娘多了 知道了那是坏事 不能做 都是好事情啊 所以学佛才知道什么叫善 什么叫悟 真正能生欢喜性啊 天天自己做的工作 向着一个目标 烦恼最苦 天天坚强 智慧功德了 天天增长 我就什么都满足了 我就什么都满足了 这一生在这个世间所求的如实而已 佛菩萨是我们向往的目标 我们现在也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怎样是称佛 放下 起心动念是称佛 我没放下 我也是很想放下 他偏偏放不下 放下分别指着是菩萨 这正是我们先起努力的方向 非常认真在学习 非常认真在学习 放下支柱 放下分别 其心动念 那个太难了 因为 其心动念 我们自己不知道 他太威胁了 米拉菩萨所说的 一秒钟里面 其心动念 七心动念 一千六百兆次 我们怎么能发现他 所以我们现在知识明了 很清楚地明白 我们处在 我们处在 不断之无 这个不容易放下来 所以现在跟这个境界有少分相应 功夫比较得利了 这个境界也不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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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修功夫都不得利 这我们自己有些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